鲁能2019赛季最值得期待的U23球员无疑是段刘鱼,这名学法型球员,自去年下半程进入一线队以来,就被树山东球迷的期待,但是始终没有获得上场机会,最近两场贺岁被段刘鱼都获得了出场机会,并在第二场与鸟踢杀眼一角漂亮的外角被传球,制造了球队的第二个进球。 段刘鱼是一名技术行踪场球员,踢球非常的动脑子,喝碎杯第一场与阿克兰城的比赛,段刘鱼出现在后腰位置,组织和疏离直球队的进攻,一点也不切场,颇有大象风范,他的特点有点像现在的鲁能主教练李肖鹏,他的大局观和身体对抗能力,都要由于姚军唱。 通过比赛来看,鲁能主教练李肖鹏队的刘鱼也非常喜爱,给了非常多的出场时间,新赛季段刘鱼,将成为有能用二分的主要轮换球员。 这位极高球商,高情商,高智商与一身的年轻小将,值得鲁能球迷期待,新赛季段刘鱼可能会出现在前位位置,也有可能是豪剧敏的替补,期待小伙子新赛季有一个好的表现。 欢迎关注我,第一。